歡迎回到新聞最聚焦 2014年9月最受國際矚目的事件 當屬蘇格蘭獨立公投 這一次的獨立公投運動 最終結果以55%的蘇格蘭民眾反對獨立收場 蘇格蘭要繼續留在大英國協 或許英國與蘇格蘭未來的走向還是未知數 但是不可否認的 在這場蘇格蘭獨立公投當中 英國和蘇格蘭雙方都在歷史上 寫下了精彩的民主篇章 支持蘇格蘭留在英國的票數過半 統派陣營爆出爐雷环虎 高興的互相擁抱 還有人感動的流下淚來 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首席大臣薩孟德 美國多久就發表演說 呼籲所有蘇格蘭人遵從投票結果 英國首相卡麥龍也在唐寧街10號辦公室前發表演說 表示給蘇格蘭民眾表達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決定 這項歷史性的公投投票率 反對和贊成獨立所佔的百分比分別是百分之五十五點三和百分之四十四點七相差約十個百分點 蘇格蘭究竟為何要獨立 從種族來看 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雖然都說英語 但其實是不同的民族 蘇格蘭人 北愛爾蘭人與威爾斯人都屬於凱爾特族的後裔 而英格蘭人則主要是安格魯薩克遜族的後裔 回溯蘇格蘭歷史到中世紀時期 蘇格蘭和英格蘭便是分分合合 英格蘭幾代軍王都想征服北方的蘇格蘭 十三世紀末到十四世紀初 蘇格蘭王國的領土更是幾乎被英格蘭所佔領 後來蘇格蘭又經歷了布魯斯王朝以及斯圖亞特王朝 直到一七零七年 蘇格蘭才和英格蘭在一七零七年合併法案下 以共主邦聯行事 結合為大部列顛王國 但數百年來 蘇格蘭要求獨立的呼聲仍是時起時落 二零一一年 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 在蘇格蘭議會中取得多數 組成多數派政府 蘇格蘭民族黨黨魁兼蘇格蘭首席部長薩穆德 積極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 終於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得到英國政府授權 由蘇格蘭議會舉行蘇格蘭獨立公投 外界認為英國首相卡麥隆做此決定 是看準蘇格蘭獨立不成氣候 於是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號 卡麥隆與薩穆德在蘇格蘭首府 埃丁堡簽署 埃丁堡協議 同意蘇格蘭在二零一四年舉行獨立公投 十六歲以上就可以投票 獨派人士積極舉辦活動拍攝廣告 希望更多選民支持蘇格蘭獨立 但民調結果支持獨立的比例還是不高 直到九月七號獨立公投的前十二天 民調機構YouGolf公布蘇格蘭獨立公投民調結果 支持獨立的比例從八月初的百分之三十九 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一 首次超越反對獨立的比例 讓英國為之震驚 因為我會心痛 如果我們一起的家庭 我們一起的家庭 我們一起的家庭 如果這家庭的家庭 會離開 溫情喊話 英國首相卡麥隆親自北上蘇格蘭 希望說服民眾投下反對票 不要讓蘇格蘭離開英國 而沒有投票權的英格蘭民眾 也錄製影片 希望蘇格蘭人不要離開英國 知名影星史恩康納來 網球名將莫銳 時尚龐克教母維維安魏森伍德 則紛紛表態支持蘇格蘭獨立 雖然蘇格蘭沒有成功獨立 但已經引起世界各國政府 以及民眾的高度關注 九月二十一號 德國之聲以英國為何沒有制定 反分裂法圍標報導 蘇格蘭獨立公投得到大量 中國網民關注 並引發他們關於香港 西藏與新疆前途的議論 根據自由微博網站的記錄 這些評論在新浪微博上 均被刪除 文章被刪除的網民曹西門下說 其實無論結果如何 蘇格蘭公投都讓世界上 另一個國家的人民看到 在如此危機下 英格蘭沒有制定反分裂法 沒有將裝甲車開上格拉斯哥街頭 沒有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 打成英奸賣國賊 更沒有以尋釁滋事罪 將鼓吹獨立的任何一個公民 投入監獄 僅憑這些 大不列顛 你仍然是日不落帝國 另一位文章被刪除的網民 林少派則說 看到蘇格蘭人覺得香港人很可憐 看到香港人覺得大陸人最可憐 當前全球各地都有民眾期望 能夠得到更多的自主權利 以英國進的 有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 以及從前被英國統治的香港 雖然獨立公投的結果 並未讓蘇格蘭成功獨立 但不可否認 在這場蘇格蘭獨立運動中 英國與蘇格蘭雙方 都在當代歷史上寫下了一頁 精彩的民主篇章